那既然提到的是东风风神首款车型 那设计必须要换人一心 你看现在可以挂绿牌 新能源车型必须要有一些新能源的样子 封闭式的前列安排上了 值得注意的是下方这个隔山是一个主动进气隔山 里面是有机械结构的 然后整体看你会发现这个前列像什么 像一张微笑的前列 现在新能源车型必须给大家满满的正能量 然后有一些设计细节 比如说两侧的这个日间行车灯 它打开以后呢 其实这有很多的这些细格 打开以后向两个翅膀一下 而且这是一个家族元素 你仔细观察东风神的一些设计 你会发现都有这些设计的影子 现在头灯呢也是贯穿式的设计 全LED的灯子 但是啊 好的设计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是一个贯穿式头灯了 它做的非常的细 那前脸看起来就非常的这种 有科技感非常精致 我觉得在设计方面主要是要协调 那现在尽量的要克制 那这台车我觉得这方面做的还OK 这个设计是蛮不错的 OK从侧面我们看一下它的个头啊 车长呢是4685轴距是2775毫米 这两个数据在同级里面啊 属于紧缩下SUV Plus的一个级别 那其实值得注意的数据是它的车宽数据 1905毫米是非常宽的 而且车高呢只有1米6几 那这样的话会形成一个相对来说扁平的盒子 既能保证灵动的造型 又能够提供一个不错的空间容积率 那侧面其实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点 就是它的轮胎现在是19寸的大脚 整个是比较显这种悬浮感科技感的 而且浮面呢是带这种封闭式的一个造型 其实为了降低滚足 然后上面包括后视镜 里面都有一些空气动力鞋的设计 隐藏式门把手啊 这些都是为了降低这个车的一个风阻 那看这里啊 里面多了两个接口 一个慢充一个快充 说了它是东风神首款PHEV车型 那值得注意的是 它的快充提供的是45千瓦的一个快充 那效率功率是很高的 效率会更高 然后这里面呢 要补充一下它的电池信息 它的电池呢 给的是30.4度电 在目前同级比较软 它这个电池是容量非常大的 因为一般用的都是不到20度电 它给了30度电 所以它的纯电续航呢 可以做到NEDC205公里 这是非常长的一个数据 尾部呢也收的比较完整 上面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夸张的一个大尾翼 兼顾空气动力学的一个设计 高尾刹车灯 环绕式的尾灯组 然后整个跟车体形成了一个一体的造型 看起来是非常的完整 收尾还是比较完整 我觉得整个设计其实是比较耐看的一个造型 等等啊 上车之前啊 还要看一下很核心的PHEV的动力单元啊 这个呢 之前我以为是它浩瀚DHI的那套混动系统 加到大电池 其实不是这样理解的 那个属于马赫电混的1.0时代 现在呢叫马赫电混2.0 那它现在是支持串并联模式的一个混动 加上一个公正风流 这是行业首创的一套技术 那提供带来的好处就是什么 我们主要看疗效 3.8升的亏电油耗 综合续航可以超过1500公里 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加速多少啊 是6秒级 所以这三个数据叠在一起 我觉得它的整个体验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那我们再上车看看它的配置 有没有更新 那进入到车内 你看这个配色 风神要造一台豪华车吗 完全跟外观是不一样的 这个配色一般出现在一些超豪华车上啊 我觉得这个配色是比较大胆前卫的 然后但是在配置上 你其实发现它还是有很多点来支撑的 比如说像是这个14.6英寸的一个大屏 这个尺寸是更大的 而且呢它也是搭载了现在的Winlink OS 3.0 也是风神最新的一个操作系统 你会发现整个界面啊 UI都进行了一个重构 里面的功能体验是更好 交互做的也是更丰富的 然后支持我们像是一些自定义卡片啊 这些操作整个是更流畅的 而且啊 你发现它现在是怀挡设计了 那现在纯电时代 整个体验也上来了 而且它现在的这个驾驶辅助的开启 也设计在这个上面 我觉得这个体验是更好的 中间这块导台呢 做着这种悬浮式的设计 这儿可以放手机 那真正的无线充电 其实是在这个位置啊 整个的设计规划更合理 那储物呢也是更加的丰富 那这一套下来 我觉得它的内饰 是有一个明显的升级 更符合现在我们对一些 新能源车型的一个期待 实用同时也难看 怎么样 看完了东风风神的七系 产品力购不贵 你们说了算 我认为它的大容量电池 还有它的插混系统啊 在行业里面都是可圈可点 很有亮点 那最后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朋友应该要等一等它 我建议那些买Song Pro DMI 还有吉利金克R7的朋友 不妨再等等它 上市可能会给你更多的惊喜